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京和俄罗斯外交部部长 国防部长的三方会议 普京在会上说 俄罗斯不再就限制核武器跟美国谈判 美国在前一天宣布暂停履行美国跟俄罗斯签署的中程导弹 条约义务 并将于2月2号正式启动退出程序 刊登在白宫网站上的特朗普总统的声明说 俄罗斯长期以来违反中导条约 而不受惩罚 开发核部署 对美国及盟国构成直接威胁被禁的导弹系统 声明说 除非俄罗斯重新遵守条约 销毁所有违反条约规定的导弹 发射架以及相关设备 否则 退出程序将在6个月内完成 不过 俄罗斯一直坚称没有违反中导条约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再次重申俄罗斯的指称 多年来是华盛顿一直在违反这项条约 普京在会上表示 俄罗斯将寻求开发中程导弹 回应他所说的美国类似做法 他对在场的两位部长说 俄罗斯不会卷入代价高昂的新军备竞赛 欧洲领导人对该条约终止的后果表示担忧 呼吁俄罗斯在美国8月份正式退出前解决问题 葫芦对美俄的决定感到遗憾 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将会危害世界和平 接着 葫芦与您聊聊委内瑞拉最新局势 陷入困境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星期六遭遇挫折 该国空军一位高级指挥官 不承认他的社会主义党政府 而承认反对党领袖胡安瓜伊 多为临时总统 由于国际社会施压马杜罗要他下台 马杜罗和瓜伊多都号召本国民众 星期六举行示威 就在这一天 弗朗西斯科亚内兹将军做出上述表态 他还呼吁其他军人也判离马杜罗 瓜伊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已向高级军官提供特赦和保证 作为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以结束这种篡权行为 瓜伊多的支持者计划周六走上街头 支持他提前举行选举和建立过度政府的呼吁 这次示威活动标志着委内瑞拉紧张局势 加剧进入第二周 明天星期日是一些主要欧洲国家为马杜罗设定的截止期 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表示 如果马杜罗周日没有下令举行新选举 他们就将跟随美国承认 国民议会议长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 瓜伊多上周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此举得到了二十几个国家的支持 瓜伊多拒绝了墨西哥和乌拉圭总统提出的与马杜罗谈判的建议 瓜伊多在一封信中告诉他们 保持中立就是站在那个造成数十万人悲惨 饥饿 逃亡包括死亡的政权那一边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周五在美国东南部城市迈阿密会见了流亡的委内瑞拉人 彭斯向他们保证美国将继续努力将马杜罗赶下台 彭斯说现在不是对话的时候 现在是结束马杜罗政权的时候 葫芦希望马杜罗尽快向瓜伊多移交政权 将民主自由还给委内瑞拉人民 最后葫芦与您说说 杨恒均拒绝墨少平为自己辩护的事 据博文社报道杨恒均的导师冯崇义教授透露 杨恒均家属聘请墨少平为其辩护 但墨少平律师1月28日向北京国安递交相关手续材料 被以材料不合格的名义退回 31日补充材料后再递交 2月1日国安通知墨少平律师 杨恒均要自己指定律师或让政府安排律师 冯教授表示 墨少平律师强烈要求与杨恒均见面 以核对事实 博文社从不同渠道了解 北京国安本次行动可能并未经过高层 甚至国安部事先并不知情 因为孟晚舟案最高层下死命令 要解救孟晚舟 抓捕加拿大籍公民就是孟晚舟案的牺牲品 至于北京国安为什么抓澳洲籍的杨恒均 很可能 以杨恒均和美国有某种信息泄密 让美国走上谈判桌 而杨恒均的写作目前更不合时宜 于是要一箭双雕 目前看来 孟晚舟案在美国是司法程序 政治层面很难干预 至少杨恒均很难成为有效筹码 分析人士告诉博文社 如果北京已抓人质来救孟晚舟 早晚会有重量级的美国商人 民间人士被抓 但美国司法独立到底是否奏效 值得怀疑 葫芦谴责中共对杨恒均的迫害 为挽救孟晚舟不惜拘捕另一个无辜的人 这是野蛮的人质外交 好了 今天与您聊到这 明天见